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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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 羅帽的製作過程 那各位清楚 羅帽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嗎 可能有人會想說 難道是用公牙的方式 然後用車床測出來的嗎 其實這樣的做法也是 可以做出羅帽的 但一般我們市面上有看到一些羅帽 大大小小都有 那這邊一般羅帽 只要大量生產的時候 我們這樣子效率才會好 所以很多時候是用 自動化的製程 所以如果是用車修的話 一般往往就是我們的羅帽 它的量 是不多的 它尺寸相對比較大 所以一般這種羅帽 有的是客製化的 有的是它是比較大型的 我們可能會用加工的方式 那這裡等一下會來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一般市面上 比較常看到的中小型羅帽 是怎麼被做出來 以及說還有那種比較大型的是 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去 了解它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好的一開始呢 我們一定要有素材 那這裡呢 不知道先前各位有沒有看過 羅斯的製作過程篇呢 其實羅帽的製程跟羅斯 是非常的相似 一開始呢 我們大多比較常看到的 像是羅斯廠 他們都會說 要打羅斯或打羅帽 所以羅斯跟羅帽其實呢 它前面有幾個製程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它運用到的素材呢 也是一樣的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像盤圓 以及說如果我們用的是比較大型的 我們需要用到鍛造的 那我們可能會去裁切一個材料 主要是這兩種會比較多的 把線捲進去 當然前面呢 我們的盤圓這個線呢 必須要做一些前處理 那這邊呢 如果有興趣的在那個 羅斯的製造過程篇呢 這邊有提到更詳細 會來介紹兩種 兩種最主要的 那這邊呢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再來呢 我們就要做羅帽的成型 那一般羅帽成型呢 我們先來講 冷鍛造 一般就是分冷鍛造 以及熱鍛造 那冷鍛造呢 就是我們羅斯的打頭機 一般呢 它可能是 幾磨幾充 所以我們的素材呢 它可能是透過盤圓 捲進來之後呢 切短之後 然後慢慢的打 它可能經過 二至三道的程序呢 最終把這個 羅帽的形狀 給它打出來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我們 羅帽的內螺紋呢 是還沒有做的 我們在這一塊呢 是做一個成型的動作 甚至有一些呢 會在羅帽的本體上呢 會有一些 科制 有時候也在這邊 會一併處理起來 那這邊呢 最主要是冷鍛造的 當我們做完羅帽的成型之後呢 我們部分呢 會加入一個噴砂的製程 那噴砂的用意在於 一般呢 噴砂場呢 它的地面呢 是有許多砂粒的 所以說是比較 會比較容易打滑 所以在這邊 如果在走動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那噴砂一般呢 有滾動式或旋轉式的 那我們看到的呢 就要看我們的 廠商的設備 以及我們物件呢 是什麼樣的一個 東西來 搭配適合的 看似要滾動式 或是旋轉式的 這邊都可以做選擇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噴砂的用意呢 最主要就是 要讓它的表面呢 變得更美觀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將羅帽 做一個公牙的動作 那公的話 就是公內螺紋 所以呢 我們所使用的工具就是 螺絲弓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要選用 看我們的羅帽是什麼規格 就選用 它所對應的螺絲弓 所以它的規格 種類是非常多的 那一般呢 我們所看到的 都是自動化 是比較多的 因為這樣子大量生產呢 效率才會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到 如果呢 你是要用手動去弓的話 你要做一顆羅帽 當然是做得出來 但是呢 效率是不好的 那如果呢 你有攻過 這個螺絲弓來 攻牙過呢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越大的 螺絲弓呢 是越難去攻牙的 一般我們用人的 力量是有限的 通常呢 如果有攻過的話 大概在M12 再大一點M14呢 其實就相當吃力了 雖然它對應的螺絲弓板手呢 會非常大 看似好像 是蠻輕鬆的 因為勢力 力幣比較長 好像容易失力 但其實它的阻力還是非常大 就會用車床 然後搭配對應的車刀來做 車牙的動作 車內的紋 這也是有的 像攻牙這個製程喔 好的 那我們羅帽 攻完牙之後呢 部分有一些 羅帽呢 它是會做熱處理的動作 那一般呢 就是使用 比較重型的羅帽呢 我們會有強度的要求 所以會做熱處理 那熱處理呢 我們常聽到的是 高桌波 調子 聖探 等等的這類的 它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要讓 我們的羅帽呢 強度 以及耐用度變得更好 所以做這個熱處理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就會做表面處理 那表面處理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要防鏽 以及部分是美觀的問題 所以呢 有一些羅帽 是沒有做熱處理的 它成型 公牙完之後呢 直接做表面的防鏽處理 那 防鏽處理的表面呢 有非常多種 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 藍黑處理 以及電鍍 那電鍍裡面有分非常多種 我們就看我們的戒指 需要鍍什麼 要用什麼鍍層 鍍芯啊 鍍孽啊 鍍個啊 等等的 非常多種種類 就看我們怎麼樣去選用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呢 做熱處理 以及表面處理的用意在於說 第一個 我們要提高它的強度 耐用度 再來 我們就是要做防鏽囉 再來呢 我們有一些羅帽呢 它是會做到沖壓成型的 那沖壓成型呢 我們一般最常看到的就是用Place Place的意思呢 它就是沖床 主要是從日文這邊過來的 台語就是叫做Place 那日文也叫做Place 它就是沖床 那沖床的時候呢 一般就是沖壓 直接把我們的羅帽做一個成型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看到是比較薄板類的 薄板材 我們會用沖壓的 薄板的羅帽 以及說比較特殊的 像我們在那個 腳墊使用的比較 異形的羅帽 非常薄的 這個部分它是用Place 沖床沖出來 然後呢 再來做一個公牙的動作 來做使用的 那一般 沖床的話 它是有一定的危險性的 因為沖床它是 力量不是幾公斤的 是好幾盾的 那盾的力量呢 而且它沖的那個 作動的時間呢 是非常短的 可能不到一秒 甚至一秒兩秒都有 那如果這麼短的時間內 如果你不小心 手有放在那邊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沖床 它其實是一個蠻危險的一個工作 一般呢 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安全的守則 那沖床的話 它可以運用到非常多的 類別 那一般我們最常看到的是板金 那部分呢 像羅帽這類的 有些特殊的羅帽呢 就是從板金這邊延伸過來 板金類的羅帽 特殊羅帽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沖床Place 一樣可以做到羅帽這類的一個 產品喔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精密羅帽 那一般精密羅帽呢 我們都會使用在類似軸承 或是工具機的主軸 我們會常看到的 當然偏大型是比較多 那這不一定 有時候會用到小型的 像我們比較微小的滾珠羅杆 我們有可能會用到精密羅帽 那這一部分呢 精密羅帽 它一般呢 就是它的密合度會比較好 那一般呢 有一些呢 是做一個 它有做研磨的動作 或是有一些防鬆脫的機制 像是鏡像的鎖定 或是它會有 撲勾 那撲勾的地方呢 它就要跟 太陽華斯 來做一個搭配 那關於這部分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 軸承羅帽的用法篇 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AN羅帽跟AW華斯呢 是怎麼跟軸承做運用搭配的 那這部分呢 因為它是屬於精密的羅帽 相對的它的製程呢 以及價格當然相對也會高很多 因為它使用的場合是不一樣的 甚至說有一些 精密羅帽呢 它有一些平整度的要求 你可能在鎖附的時候呢 它這個面呢 我們要用量表去量測 可能不能超過一條 這種類似精密的 那這部分呢 運用的場合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這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原來羅帽呢 也可以用在 這麼精密的一個元件上面 這邊讓各位參考一下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羅帽的製作篇 那這裡呢 各位有沒有更清楚一下 原來羅帽是怎麼被製造出來的 在我們還沒有了解之前 會不會你是非常好奇 羅帽的內羅文 到底是怎麼被做出來的 那這裡呢 我們透過剛剛所介紹的 公牙成型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原來羅帽呢 每一顆羅帽 它的內羅文 我們都是透過羅斯工來做出來的 所以羅斯工呢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工具 那這裡呢 有大有小 所以呢 我們就是透過 自動化的方式呢 將這一些羅帽呢 一一的把它做出來 而且是大量生產 是非常實用的 以及說部分呢 我們可能會用到大型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原來大型的羅帽 是這樣被製作出來 那我們就會看到說 我們一般呢 我們會發現羅帽 其實它 價格 並不高 但是呢 為什麼越大的羅帽 它是 越貴 而且價格的差異會那麼多 甚至有一些 我們是軸承用 或是主軸用的羅帽 它是屬於 機密的羅帽 為什麼它價格會 貴到這麼貴呢 那我們透過這個 製作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 原來呢 除了它製程上呢 不一樣 以及說它的有一些 可能要精密的話 它需要透過很多的 檢驗 以及控管 以及製程的修正 等等的 相對的它成本 就會提高那麼多 所以呢 它兩者呢 我們就要看羅帽的用途 如果是一般的羅斯 羅帽所付呢 當然它 價格相對就會比較低 那如果呢 你是運用 在加工機 加工機的那個主軸上面 運用的羅帽 它可能需要精密的 以及防鬆的 相對它的 價格當然就是 會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製程 以及 我們 末端使用的過程 我們要達到什麼功能呢 我們再來了解 我們就會 比較清楚的理解到 原來羅帽呢 雖然它呢 有這麼多種類 但是呢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去學習的 像是製程 以及說有提到說 部分呢 羅帽我們可以用類似 板金的方式 用沖壓成型呢 它的變化也是會非常多的 那這邊呢 今天就介紹了 這個製程 以及幾種變化呢 讓大家來理解一下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